音樂 我們現在要來開始談到 第五單元的部份 就是真值表法 在第四單元的部份呢 我們已經把整個的 這個古典邏輯的語役學 做了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到 古典邏輯的語役學這樣的方法呢 來幫助我們做這個邏輯的思考 那各位想想看 在我們要怎麼樣去理解 論證的有效與否 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我們有幾個工作要先進行說明的 第一個我們要把 剛剛的前面幾次的 課程裡面的這些原子語句的結構 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來講 什麼叫做結構 什麼叫做模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從這個東西開始複習 我們在古典邏輯 在前一個單元裡面的 這個語役學的預設裡面 我們有一個二值原則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原子命題 只能出現兩個真假值 意思就是說 它有可能真有可能假 就只有這樣子 那麼在記號方面沒有問題 我們是用 T 代表真嘛 然後用F 代表假 這個剛剛我們在做 我們之前在做過那個 真值表運算的時候呢 一直在使用 所以我相信各位應該已經很熟悉 所以根據我們剛剛的這個分析呢 如果我們只出現一個命題的語句的話 我們就其實要考慮兩種可能情況 那如果出現兩個命題組成的語句的話 要考慮四種情況 就是二的二次方 剛剛做過了 那我們剛剛有出現過三個命題 所以呢我們需要考慮到 二的三次方 就是八種情況 所以呢 我們的命題的數量越多 我們要考慮的情況當然就會越多 這個組合當然就會越大 所以這個各位應該很容易理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所謂什麼叫做結構 什麼叫模型呢 基本上我們的Structure 或者所謂的Model的意思就是 我們把越子命題 各種可能的組合呢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我們就把這種各種可能的情況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結構 或者稱之為模型 就把它稱之為Structure 或者是一個Model 好 那比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我告訴各位說 這個P 這個句子代表傅老師是男人 好 那我們要考慮兩種情況 也就是說其他語句我們都不考慮 我們單單考慮這個語句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全部的可能性的世界分成兩類就好 一個就是 傅老師是男人的世界 那當然這句話就為真嘛 一個是這句話為真的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是這句話為假的情況 就是傅老師不是男人的這些世界呢 在這類世界裡面傅老師是男人都為假 所以我們只會有真跟假兩種情況 我們只要考慮兩種情況就好 如果單單只考慮一個命題 我只要考慮兩種情況就好 那麼如果出現兩個命題呢 OK 那我們會有幾種情況呢 我們會有四種情況 好 那如果我用P代表傅老師是好人 P代表傅老師是男人 Q代表傅老師是好人 那麼我們出現的四種情況會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出現的四種情況如下 第一種情況是P為真 Q為真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P為真 Q為假的情況 第三種情況就是P為假 Q為真的情況 第四種情況是P為假 Q為假的情況 好 那這四種情況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屬於第一類世界的情況就是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傅老師是好人的這個可能的這個情況 第二類情況告訴你的就是說 欸 這類情況包含了傅老師是男人 但是傅老師不是好人的世界 好 那第三類的可能情況就是傅老師不是男人 但傅老師是好人這樣的情況 那第四類當然就是傅老師不是男人 然後傅老師不是好人的情況 所以這每一個我們都稱之為一個結構 或者稱之為一個模型 OK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在考慮那個可能情況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在考慮那個世界的狀態 那個可能情況到底是什麼 它裡面反映出了什麼樣的情況 而那個情況就是藉由這個語句的真假值來反映的 所以在第一類裡面呢 你如果說喔 我認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是屬於第一類世界裡面 那你當然就認為說 喔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傅老師是男人 傅老師是好人 那你如果認為我們這個現實世界 現在是在第二類世界裡面 那你又跟我說喔 對對對 那我認為傅老師是男人 但是傅老師不是好人 以詞類對 再來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 如果是有三個原子命題的話 我們就會有二則三次方 有八種不同的結構對不對 那每一個結構呢都會是 如下面這樣的顯示 各位可以看到 每一個可能情況或者每一個結構 或者每一個模型都會有三個命題 分別是PQR 所以我們會有 真真真 P為真 Q為真 R為真 或者P為真 Q為真 R為假 各式各樣的情況 這個呢其實就是所謂的結構 好 我們接下來呢是要談到這個5.2 有關於這個真值表法的演算步驟 好 那麼真值表法演算步驟呢 基本上呢是遵循下列幾項步驟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說 我們呢會 依據命題符號的數目呢 列出可能的情況 好 那可能的情況 我們上次有跟各位同學說過了 好 怎麼做 好 第二個呢 我們會把所有的這個句式列出來 從前提跟結論呢 一個一個把它列出來 好 第三個是我們會依據在 第四單元告訴我們的 古典邏輯語譯學呢 根據外言原則來決定 所有語句的真假值 包括前提跟結論的 所有語句的真假值 好 那最後呢我們要 藉由完成的真值表去觀察 有沒有出現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好 如果有的話 它當然就是無效論證喔 如果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實際的例子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範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呢是P則Q 第二個前提是P則negationQ 最後的結論是negationP 好 那它會不會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就是P則Q P則negationQ 會不會導出negationP 好 那第一步 我們要先想想看 我們的命題符號的數目 好 我們可以觀察出來 我們命題符號數目呢有兩個 就是P跟Q 所以呢 我們要考慮的 所有可能情況呢 就是二的二次方 所以有四個情況 好 那所以我們列出 所有可能情況 會像這樣的一個表 就是P呢是真真假假 Q呢是真假真假 這樣呢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就是 列出所有可能情況 好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 我們要列出所有的語句 包括了前提跟結論 好 所以呢 我們把所有的語句都列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語句跟第二個語句呢是前提 第三個語句呢是結論 好 那接下來第三個步驟 我們要去決定它的真假值 好 那我們要決定它的真假值呢 跟我們在第四單元學到的一樣 我們就一個一個步驟來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前提 P則Q的真假值 依據語譯學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conditional 就是箭頭的話呢 它的語譯呢是只有在 前真後假的時候為假 其他為真 那我們觀察一下 前真後假可以看得出來 它只有在第二個情況是前真後假 所以第二個情況為假 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我們就把它列上去 好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前提的語句的真假值 好 那第二個語句呢 我們要從negation Q 開始 好 那 Q 真假值呢是真假真假 所以 negation Q 呢 它應該就是什麼 假真假真 我相信這個各位同學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箭頭 就是這個 arrow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做真假值的時候 我們是用 P 當作前件 然後把 negation Q 當作後件 所以我們要用藍色的部分 跟 P 來看它的真假值 好 那各位觀察一下 它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好 各位看到有的在哪裡呢 在第一個情況是前真後假 P 為真 negation Q 為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情況呢 是為假 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好 各位可以把它列上去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結論的部分 我們結論的部分呢 當然是 negation P 那 negation P 呢 當然就是根據 P 來做對不對 好 那 P 呢是真真假假 所以 negation P 呢就是假假真真 好 那各位現在看到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所有的最後決定的語句的真假實 好 那麼有兩個前提 就是 P 則 Q 跟 P 則 negation Q 是前提 而 negation Q 是結論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 第三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 來檢查一下 有沒有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 好 那我的建議的檢查方式是這樣 第一個我們先檢查有沒有前提接真的情況 好 那前提接真也就是前兩個句子都為真的 好 我們可以發現 在第三個情況跟第四個情況呢 它的前提都為真 好 那麼接下來看 這兩個情況呢它的結論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 這兩個結論的部分呢都沒有出現為假的情況 所以呢它通過了我們的這個 test 就是 沒有出現前提接真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因此呢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最後我們會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因為它沒有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無效論證 跟它的反例結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好 那什麼是無效論證呢 根據剛剛的步驟呢 如果我們發現了有前提接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呢 我們就說它會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那麼在無效論證的情況下呢 我要特別提醒各位同學就是 我們在處理有效論證跟無效論證很不一樣 那地方在於如果是一個無效論證呢 你必須要給出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呢 我們通常就稱之為反例結構 它是一個 interpretation 那這個 interpretation呢 基本上就是在說 我們告訴你說 在什麼情況下 它會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就是在什麼情況下 它會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 好 那這個解釋呢 其實我可以打個比喻讓各位同學瞭解 為什麼需要解釋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各位想想看 假設這個副老師 在這個椰林大道上 對不對 碰到同學啊 那 因為這個 我們這個 很久沒有見面了對不對 同學看到我就很熱情說 老師老師老師好 打招呼 我說同學你好 老師你真是一個 好老師 各位覺得我的反應會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在別人稱讚你好啊 漂亮啊 帥啊 只要是正面的肯定 通常你就是跟別人說謝謝 謝謝 就結束了吧 這個對話應該就結束了 好 但是呢各位想想看 如果給一個 另外一個反面的例子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在椰林大道碰到副老師 對不對 然後就說副老師 你真的是一個壞老師 欸 好 那我們碰到負面的評價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要求什麼 對方要解釋 解釋什麼 你說我哪裡壞嘛 我為什麼壞嘛 對不對 你要說清楚 講明白 好 這個其實跟有效論證 無效論證 的狀況類似 就是說 其實有效論證 通過這個證明 我們很容易看出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你不需要多加解釋 因為它就符合我們的定義 好 但是呢 當它是一個無效論證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就要給出一個解釋囉 解釋說 為什麼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這個大概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 反例結構來解釋 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的理由 通常呢 我們會發現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是因為 我們發現了在整個論證裡面 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這時候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 這個無效論證 通常我們需要給它幾個解釋 那我們通常把這個解釋 稱之為反例 那這個反例呢 是利用 我們在5.1 所學到的那樣的結構 或者模型去呈現的 也就是說 我只要告訴你說 在某一個 情況 可能情況下 或者在一個 structure 或者在一個 model 裡面 我們能夠呈現出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那麼這個模型 或者這樣的一個結構呢 就告訴你說 為什麼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P or negation Q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這裡呢 第二個前提是 negation negation Q 而我們的結論呢 是 Q 則 negation P 那同樣的 我們從第一個步驟開始 就是因為命題的符號 一樣 數一數有兩個 一個是 P 一個是 Q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可能情況呢 就有四種 對吧 跟剛剛一樣 我們要考慮 P 跟 Q 兩個命題符號 所以它有真真假假跟真假真假 合起來總有四種情況 第二個步驟呢是什麼 把所有的命題呢 列上去 包括了前提跟結論 那所有的語句 包括了 P or negation Q negation negation Q 跟 Q 則 negation P 所以我們把它列上去之後 它會是各位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圖 第三個步驟一樣 我們要逐步的去決定 它最後這個語句的真假值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第一個語句 P or negation Q 我們當然先處理 negation Q 的部分 所以 negation Q 是假真假真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 P or negation Q all 的語義呢 主要是什麼 是 只有在兩個都為假的時候 才為假其他為真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兩個都為假的情況呢 好 有的 在哪裡呢 在第三個情況出現兩個都為假 就 P 跟 negation Q 同時為假 所以這個為假 好 其他情況呢 都為真 好 這是第一個語句 最後決定出來的真假值 好 第二個語句呢 我們有 negation negation Q 好 那通常我們 在做的時候 各位注意 我們一次因為只能做一個步驟 所以呢 當然有些同學會求快說 既然是 negation negation Q 那就跟 Q 都一樣了 好 好 那會很快的把這個 negation negation Q 做出來 好 但是呢 我們其實要 要養成一個習慣就是 我們必須要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來做 所以呢 我們不能夠 一次跳兩步來做 所以 我們要先做第一步就是 negation Q 的部分 先把它 變成什麼呢 先把它變成假真假真的情況 然後呢 再做第二個 negation 第二個 negation 是對第一個 negation Q 做運算 所以它會變成真假真假 為什麼 不能讓同學 兩個步驟變成一個步驟做呢 理由是這樣 就是說 各位都知道 以後我們可能會面臨到更複雜的一句 好 那 如果我們允許各位呢 節省步驟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 我們很難決定的情況就是 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可以 兩步 並做一步做就好 好 那你說我 特別聰明對不對 另外一個同學就說 老師那我可以三步並做一步 好 最後呢也許大家呢 最後都只有寫那個 最終的結果的這個步驟 可是我們不曉得你怎麼運算出來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確定 你是不是通過一步一步的運算 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對 我們來講呢 在檢查各位是不是 確實 會用這些 余裔學的這個步驟呢 一步一步的做這些寒硬的算值 這件事呢有點困擾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不會讓各位同學呢 只有兩步並做一步做 所以各位在寫這個增值表的時候 你還是得 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步驟呢都按照步驟來做運算 而不能夠一次跳兩三步 這個請見諒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它的結論 結論是Q則 negation P 我們可以看到 在Q則 negation P 我們可以看到先運算這個 negation P 的部分 所以它是變成假假真真 好 接下來是要 要處理這個 conditional 就是 arrow 的部分 就是這個箭頭的部分 那在處理這個箭頭的部分呢 我們會發現 根據余裔學告訴我們說 只有在前真後甲的時候為假 所以這時候前件是誰呢 前件是Q 前件是Q 後件是什麼 後件是negation P 所以 有沒有前真後甲的情況呢 有的 在哪裡 在第一個情況我們會發現 Q 是為真 negation P 為假 所以第一個情況它是為假 那其他都沒有出現 前真後甲的情況 因此呢 結果呢都是為真 好 那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紅色的就是所謂的 所有的語句最後的結果 那這兩個前提跟結論來看 根據剛剛的建議的檢查方法 各位可以看 先看什麼呢 先看有沒有前提接真的情況 我們發現前提接真的情況 是只出現在第一個情況 就是其一個情況前提接真 那很不巧的是你剛好發現 在這個時候結論為假 所以 因此呢 第一個可能情況就秀出了 這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 因此呢 這個論證是一個無效論證 所以 從第一個情況我們就會發現 前提接真結論為假 所以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那當我們知道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的時候呢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剛剛的這個 sequence 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呢 各位發現我們在底下寫的就是說 P or negation Q negation negation Q 並不蘊涵 我們畫一條斜線就表示 不蘊涵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前提並不蘊涵 結論就是 Q 則 negation P 用我們平常的話來講就是 從前面這兩句話 推導不出結論 換言之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那根據我們剛剛說過了 如果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 無效論證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給出反例 好 所以我們就要寫出一個反例 好 那這個反例是什麼 我們就要用它的 structure 秀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 structure 是什麼呢 就是當 P 跟 Q 都為真的情況 就第一個情況 在第一個情況裡面 P 跟 Q 都為真的情況 這個結構或者說這個模型 就顯示出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所以我們要解答它是一個無效論證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是利用真值表法來做 有效論證跟做這個無效論證的方法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遇到這樣的一個論證 什麼樣的論證呢就是 它沒有前提或者沒有結論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我們要列的時候呢 會發現我剛剛說把前提跟結論都列出來 但是呢我們可能會發現 有些論證呢它其實可能沒有前提 或者是它沒有結論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它是沒有前提 或者沒有結論的話 我們在列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設想 前提跟結論應該把它當成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來處理 這是我們的想法 那我們有兩個範例來提供給各位同學看 第一個範例是沒有前提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結論對不對 這個結論是P則Q則R 各位請注意括號 還是提請各位同學注意括號 第二個是只有前提而沒有結論的例子 P or negation P and Q 跟 negation Q 然後它沒有結論 這個情況當然會常出現啦 譬如說你如果問一個人 他的主張對不對 你為什麼主張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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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你說 那你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我沒有理由啊 我沒有理由啊 好 當他說我沒有理由的時候 其實就在告訴你他沒有任何的前提 OK 就是我的主張 其實是沒有任何這個理由的 好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 怎麼可以沒有理由呢 這個一定要理由啊 好 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告訴他說 你這個只有主張的論證 是一個無效論證 因為你不可以沒有理由 但是呢 有時候你會說 對 這個好像不需要理由 當你腦袋裡面發現說 對 這個主張或者這個結果 他是不需要理由的 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你就得認同 他是一個有效論證 什麼意思 就是他沒有前提 你也覺得他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所以我們其實 日常生活裡面的推論 其實對這個沒有前提的部分呢 其實會 也會經常遇到嘛 因為如果他說 我這個主張 或者我這個結果 就是沒有理由的 你可不可以認同 通常如果你會認同 就表示說 OK 他應該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如果不認同說 不行 你這個一定要有理由 那就表示說 這應該是一個無效論證 他在 有效或者無效論證 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 這個 在沒有結論的情況下 又是什麼情況呢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講過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講過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會發現 這個沒有 結論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的前提是不一致 或者你的前提本身內部呢 會產生矛盾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知道 他可以推出任何結論嘛 所以換言之 你如果告訴別人說 對啊 你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沒有結論 怎麼可以沒有結論呢 你只要有一個結論啊 告訴我啊 你如果告訴別人說 這沒有結論啊 就是所有結論都可以啊 那所有結論都可以 就表示說你的前提一定會有 不一致或者矛盾的部分 那通常我們如果發現 有人的這個前提是 這個矛盾或者不一致的話 通常我們不會再繼續追問 因為大概也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可以推出任何的結論嘛 所以 B 這個情況是很容易理解就是 它只有在一個情況之下呢 你會發現它是成立的 什麼情況呢 就是這些前提彼此呢 是不一致或者會導致矛盾的情況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說明一下 怎麼樣來做這樣的一個題目呢 我們先來看 A 各位可以看到出來 它沒有前提 所以 在真值表列出來的時候呢 它並沒有任何的前提對不對 好 那在沒有任何前提的情況之下呢 各位想想看 當我們在設想一個論證 是不是有效的時候 定義是說 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我們要 確保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那當你沒有前提的時候呢 我應該把前提當成真或者當然假呢 如果沒有前提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們就會把前提全部當成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這裡寫一個很大的真 表示說 你在設想前提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前提當真就好了 假設它沒有前提的話 OK 你就把前提說 這個前提都是日為真 所以接下來的任務你要做什麼 就是要去檢查結論對不對 那你要去檢查結論 那怎麼去檢查結論呢 我們先把結論做完 結論呢 我們第一個應該要做Q則R 因為它是有括號的 那Q則R呢 是以Q作為前件 而R作為後件 那各位檢查一下 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有的 在第二個情況跟 第六個情況呢 是前真後假 所以各位會發現 這兩個情況為假 那其他情況呢 都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 所以其他呢都為真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把Q則R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處理 第一個conditional 就是第一個箭頭 第一個箭頭呢 我們要用什麼當前件呢 我們要用P當前件 那用什麼當後件呢 要用Q則R剛剛運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藍色的部分當中後件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出來之後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有沒有前真後假的情況呢 你會發現有 在第幾個情況 在第二個情況是前真後假 所以它是 assine 這個假 對不對 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其他情況呢都為真 好 所以各位會發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它有沒有出現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有 因為P則Q則R是結論嘛 所以呢 所謂前真後假的情況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第二個情況 所以第二個情況就顯示了 前提皆真結論為假的情況 那既然有前提皆真結論為假的情況 它應該就是一個什麼論證 它應該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 確定呢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無效論證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在一樣 Double Turn Style 這個符號呢 地方我畫了一個斜線 對不對 我們用一條線把它畫掉 表示呢 這個不成立 好 那這個不成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按照我們 這個 上次的這個學習來講 在第四代有沒有學過 其實在這個成立 只有在一個情況之下 它會成立 什麼情況下呢 當這個結論是Totology 也就是它是恆真句的時候 這個語譽的蘊含關係才會成立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很明顯告訴我們什麼呢 很明顯告訴我們說 P則Q則R 這個語句並不是一個恆真句 OK 這個句子並不是一個恆真句 那既然它是一個無效論證呢 我們不能說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就結束了 當我們寫完它是一個無效論證之後 我們要寫什麼呢 對呢 我們是要寫反例 好 那我們的反例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說了 在第二個情況 結構呢就是 P為真 Q為真 R為假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可能情況 或者說在這個結構裡面 或者說在這個模型裡面呢 顯示出它會出現 前提結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OK 那當然 這個論證是沒有前提的嘛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說 在這個論證裡面 顯示這個結論為假 那只要顯示結論為假 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之下 只要這個結論有為假的情況 就表示它不是一個 效論證 各位也可以這樣來回答它 接下來我們來看B B 是只有前提而沒有結論的情況 好 那各位發現 我們從這個表列出來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我再重複一下 剛剛我們的想法 既然我們的定義 我們對有效論證的定義是 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剛剛在 考慮沒有前提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前提都當作真的 好 那現在我們是在 沒有結論的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就把結論呢 當成全部都為假的情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結論的部分 畫了一個大大的假 就是說 好我們在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我們就把這個結論當成是假的 好 所以呢 現在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在於說 如果現在出現 前提皆真的情況 那就有前提皆真結論為假囉 所以呢 這個時候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來把這個前提完成 好 那這個前提呢 第一個語句呢 我們大家是從 negation p 開始 各位從 negation p 開始可以發現 它是假假真真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處理這個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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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語意是什麼 就只有在 兩個都為假的時候為假 其他為真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有沒有兩個都為假的情況呢 好 各位發現 都沒有兩個都為假的情況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all 的部分呢 它是真真真真 就全部都為真 好 那接下來我要處理這個 end end 等於是 只有在兩個都為真的情況之下 它才為真 那這個有沒有在兩個情況下 都為真呢 有 好 我們用這個藍色的跟 q 來做運算 什麼情況是兩個都為真呢 這要在第一個情況 跟第三個情況是兩個都為真 好 那其他呢 沒有兩個都為真 所以它是真假真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處理第二個前提 negation q 的部分 好 negation q 的部分呢 我們是根據 q 來做運算 所以 q 呢是真假真假 所以這裡呢應該是假真假真 好 那各位會發現一件事 發現什麼事呢 我們 看這樣的一個前提呢 最後的結果是 紅色的部分 就是它語句所得到的真假值的結果 那 這兩個語句的這個真假值得到的結果 各位會發現 有沒有 兩個都為真的情況呢 沒有 沒有 你找不到兩個前提都為真的情況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你找不到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好 那既然你都找不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 它是一個 有效論證 OK 好 所以呢我們最後的結果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是一個有效論證 為什麼 因為 你找不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這個呢就是真值表法的這個 運算的方式 就是各位看到 它其實呢就是 很簡單 你就要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 語句列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呢根據外演員者把它 計算 完畢之後呢 再根據最後得到的結果 你就可以去決定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或者是無效論證 這樣的方法有什麼好處呢 好 各位在 這個5.5 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 很重要的性質稱之為 這個可決定性 我們叫Decitability 可決定性是一個 非常好的性質 就在這個邏輯系統裡面 它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整個真值表法呢 可以提供一個 有限而有效的程序 這個程序呢是可以用來證明 這個命題邏輯裡面的這個論證呢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的方法 也就是說 你只要根據剛剛我們所在 5.2 開始所列出來的步驟 你只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做 你一定可以決定 任何一個命題邏輯論證 是一個有效論證 或者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這樣的一個特性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可決定性 那這個可決定性其實是 非常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各位應該 這個中學都做過數學證明題 那當你在做數學證明題的時候呢 我相信有些同學跟我一樣 有時候呢 自己不太會做 然後呢 有些去問那個會做的同學說 這個你怎麼做出來的啊 你可不可以一步一步告訴我 你怎麼想到這一步的啊 然後呢 通常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答案呢 我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 得到最多的答案就是說 就這樣啊 他也沒有辦法回答你 更多的答案 他就告訴我就這樣啊 你問他 你怎麼知道要做這一步呢 不知道啊 我就會做啊 所以 會做這個證明題 他好像沒有一個 標準的程序 或者一個標準的方式 沒有一個SOP 告訴你說 好 你只要根據我這個SOP呢 照表操課 照著這個步驟做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來 似乎 沒有這樣的 我們在中學做數學證明題 似乎沒有這樣的步驟 也沒有這樣的SOP 好 可是呢 在我們的命題邏輯系統裡面 我們真值表法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程序也就是說 你一定可以依照這樣的程序呢 最後呢把我們的答案做出來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designability 叫做可決定性 所以它是命題邏輯裡面呢 在真值表法裡面一個很好的性質 那我們在稍後要介紹的公立一法 或者自然演一法都沒有這個性質 也就是說它都沒有具有 可決定性這個性質 稍後我們在公立一法 或自然演一法的時候 遇到之後呢各位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真值表法的重要性就在於 它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可以來證明 這個論證是一個有效與否的程序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它是可決定的呢 因為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論證的命題符號呢 一定是有限的 我們假設有N個好了 只要它的命題符號是有限的 那麼它的可能情況 是2的N次方 它也會是一個有限的 所以呢 既然它是有限的 表示你可以在有限的步驟裡面呢 完成這個證明 簡單來講 我們只要根據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 我們就知道說為什麼它是 具有Decitability 就是可決定性這樣一個 很好的性質 因為一個邏輯系統具有這樣的性質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SOP 去做出來說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有幫助的一個系統 但是呢 我們的問題來了 OK 雖然這個真值表法呢 具有可決定性 可是各位都知道 我們是根據命題符號的數目 來決定我們要處理的可能情況 那各位只要仔細想想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都是 只有兩個命題符號 對不對 了不起三個命題符號 那如果是兩個命題符號的話呢 我們只要處理這種情況 沒有錯 我們就只要注意四種情況 那如果三個命題符號呢 對 我們要處理八種情況 那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給你八個命題符號呢 如果我給各位八個命題符號的話 那各位要畫出幾種可能情況呢 對 你要畫出256種情況 對吧 那更不要說如果給你15個命題符號 給你20個命題符號的話 那你這個畫質量這個數量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所以呢 真值表法有一個缺點就在說 萬一我們的命題符號的數量呢 太多的話 那我們這個整個真值表會顯得很大 你很難去處理完畢對不對 好 因此呢 邏輯學家就想方設法說 欸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 雖然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它也有很好的SOP 對吧 那可是呢 如果我要把它做完的話呢 其實對我來講會有點負擔太大 那這個負擔會使得我 很難把它完整的做完 因為你如果給我這個十幾個命題符號的話呢 我光畫這個真值表就畫不完 好 因此呢 我們邏輯學家想到說 我們應該要去尋求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來克服我們剛剛這個困難 好 因此呢 這個邏輯學家就想到一個方法 好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這個方法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簡易真值表法 一般來講我們就把它叫shortcut shortcut當然就是捷徑的意思 就是說為什麼它叫做簡易真值表法呢 為什麼它是一個shortcut呢 好 是這樣的 它的證明方法跟剛剛不太一樣 各位想想看 在真值表法裡面我們是怎麼做的呢 在真值表法裡面我們做的方式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可能情況都列出來 我們剛剛是不是把所有的可能情況都列出來 好 這個是我們在真值表法裡面的想法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可能情況都列出來 好 那當然這個很多 但是呢 簡易真值表法的想法呢不太一樣 簡易真值表法的想法是說 我們不要從 所有的可能情況都列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做比較 我們反過來想 反過來想什麼呢 如果它是一個無效論證的話 那麼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情況 使得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先不要想像它是有效或無效 因為剛剛我們在做真值表法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沒有預設它是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 我們就很老老實實的把所有的情況都列出來 現在我們在做shortcut的時候 我們想法是說 我們呢設法去找出反例 如果我可以找到反例 意思就是找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情況 如果我可以找到這個情況 就表示它應該是一個什麼論證 無效論證對吧 意思就是說 你看喔如果是 無效論證它一定會有個反例 意思就是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情況 是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話呢 顯然它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的演算步驟是這樣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先做這件事 我們先假設 任何一個給我們的論證 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既然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一定會存在某個情況 使得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ok 到這裡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 我們就來檢查這個假設 如果這個假設呢 有矛盾出現 意思是說 這個假設導致矛盾了 這個假設導致矛盾的意思就是 你找不到任何情況 使得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如果你找不到任何情況 使得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就表示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萬一這個情況沒有矛盾呢 如果它沒有矛盾的話 就表示什麼 這個情況如果不出現矛盾 就表示 你找到了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既然你可以找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那當然 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而你找到那個情況 剛好也就會是它的反例結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樣來做這個題目 第一個範例是說 我們可以做P or Q Q 則 R negation R 看能不能推出 P 第二個是 P or Q R 則 Q negation R 可不可以推出 P 第一個例子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 步驟第一個就是我們把 所有的語句先列出來 各位發現 我們把所有的語句都列出來 一個一個列出來 會是這個樣子 OK 那 注意一下就是有時候 這個同學們在做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麻煩是各位 常常會在這個列出來的過程裡面呢 順便把這個Double Turn Style 這個符號寫上去 那個不需要 各位記得 我們不需要寫那個符號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要找反例 所以各位不需要把這個 Double Turn Style 這個符號寫在 P 的前面 或者寫在 Regation R 後面 都不用 那個Double Turn Style 這個符號是可以不用出現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假設 假設什麼 我們要假設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請注意 我們在假設的時候 我們要把前提皆真跟結論為假 放在哪裡呢 放在主要連接詞的位置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第一個要假設是放在 old 底下 因為這個是主要連接詞 再來 這個是conditional 也是主要連接詞 所以是假設它為真 再來我要放在 negation 底下 因為這是主要連接詞 那我會建議各位呢 在寫的時候呢 盡量要寫在那個跟連接詞 同樣的一個位置 因為很多同學寫的時候呢 會寫得歪歪扭扭的 再回來看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搞不清楚 比如說 像這個 T 你如果寫在 negation 跟 R 中間的時候 你會搞不清楚 你是在寫 negation 還是在寫 R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會建議各位同學呢 在做這個的時候呢 盡量能夠寫在主要連接詞的底下 你比較不會搞混 那這三個是前提 所以各位看到我都假設真 既然我要假設它是一個無效論證嘛 所以結論要假設什麼呢 結論當然要假設它為假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 P 就假設它為假 接下來我要一步一步來做 第一步是什麼呢 我們來觀察一下 第一步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 現在假設出來真假值 反過來去決定 所有的命體符號的真假值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negation R 是為真 所以各位就可以告訴我 這個 R 應該是什麼呢 真假值應該為假 為什麼 因為 negation R 為真嘛 所以 R 這個真假值應該為假 那再過來 既然這裡的 R 已經確定是假 因為 同一個結構 命體符號的真假值應該都一樣嘛 所以 既然在同一個結構裡面呢 這個 R 是為假的話 那這個 R 當然也要為假嘛 才是在同一個結構裡面 那當這個 R 為假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決定了 Q 的真假值呢 有 為什麼 因為 conditional 就是這個 error 這個箭頭 它的真假值為真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不可以出現前真後假 那你現在已經確定它的後件 R 是假 所以前提 不可以是真嘛 所以 Q 一定會是什麼 Q 一定會是假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 R 的真假值來決定 Q 的真假值 好 那跟剛剛的想法一樣對不對 既然它在同一個結構裡面 那你這個 Q 既然為假 我們就知道第一個前提的這個 Q 應該也為假 那各位看到 如果這個 Q 為假 那這個是 all 根據這個為真 我們會知道 all 的話呢 如果它的真假值 最後的真假值為真 那 兩個 值都不可以同時為假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同時為假 這個 P 就必須要什麼 這個 P 就必須要為真 但是各位仔細觀察 當我最後決定出來這個 P 為真的情況的時候呢 它跟原來我們假設這個 P 為假 是矛盾的 OK 那矛盾的話呢 我們會把這兩個連起來 先把這兩個連起來 然後畫上一個 close 的符號 就是一個 xx 的符號 這個符號其實是 兩個箭頭相對的意思 就是它是 contradiction 的意思 一般我們兩個箭頭相對就是 產生矛盾的意思 我們這樣子就表示說它產生矛盾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假設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會導致矛盾 我們剛剛講過導致矛盾嘛 那如果導致矛盾的話 我們剛剛說過 導致矛盾的話 是表示它是什麼 表示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因為 找不到任何的結構 使得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例子呢是 p or q r 則 q negation r 我們可不可以推出 p 呢 同樣的第一個 我們先把所有的句子 列出來 一樣 一樣再提醒同學 double sense style 不要進來 因為很多同學會忘記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 假設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假設前提皆真呢 就是 p or q 為真 r 則 q 為真 negation r 為真 p 為假 這是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按照剛剛的步驟 再來一次看看 有沒有導致矛盾的情況出現 一樣我們先從 r 開始來看 各位發現 這個 r 呢它會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 negation r 為真 所以 r 就為假 那你當這個 r 為假的時候 你發現這個 r 的是假 這個時候有趣的事情來了 各位發現說 如果箭頭就是 conditional r 則 q 要為真 那在 r 為假的情況下 q 是真還是假呢 不一定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根據 conditional 語意就是 只有在前真 後假的時候為假 所以當這個前見為假的時候 你會發現 q 真假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如果 q 真假都可以怎麼辦呢 我們的方式是說 我們就先把 q 呢 先暫時擱置 我們先不要去做 q 我們先來看看哪一個也被決定了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p 也被決定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來做做 p 這個 p 是假 這個 p 為假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 q 有沒有被決定呢 有的 為什麼 因為 這個 all 要為真 一定不可以兩個都為假 所以當 p 為假的時候 q 一定要為真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 q 呢 為真寫上去 就是 我們可以決定 這個 q 呢 最後是要為真的 那 當我們這個做出來之後 我們會發現 這裡面都沒有矛盾 為什麼 因為 r 這個值呢為假 p 這個值為假 q 這個值為真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通通都沒有產生矛盾 所有的命題符號 都保持同樣的真假值 所以呢 它沒有矛盾出現 那 沒有矛盾出現 就表示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換言之 這個呢 並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我們要加上一個 反例 這個反例是什麼呢 剛好各位看到哪一個是反例 就是這個 p 為假 q 為真 r 為假的情況 在這個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反例 所以就可以寫出 是一個 這個蘊涵其實是不成立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那以上呢是我們的第五單元